自大学生了没出生的艺人何美 近日跨足歌谈发型单曲 并于日前举行了发片活动 当天她谈言自己花了两个月练舞 期间一直觉得肚子很痛 但吃了止痛药就继续工作练舞 结果上个月的某一天 工作时痛到嘴唇发白 才急忙到医院检查 没想到医生诊断出她的蓝尾炎 更惊讶地表示 她怎么撑到现在 如果再拖下去 很有可能恶化成腹膜炎 对于顺利发片的感想 何美则希望借着这个作品 能带她到世界各地表演 也希望有机会接到跨年演出 此外何美的高中学弟楼俊硕 也陷身为她站台 两人是进演艺圈后才变熟的 何美也趁机邀歌 希望双方之后能合作 写一首属于花莲小孩的歌 可能会有可能会下来 不许多多点 突然接下来 大家有机会 顺便 请个人